据时间视讯,3月22日报道,高铁旅客张先生,在乘坐监护高铁G1260,遇到了一件十分让他生气的事,事情的起因是坐在张先生后面的两名外国女乘客不顾他人感受,脱掉鞋子,将脚放在张先生的座椅后背。 当张先生善意提醒后,该两名女子依然不以为人。张先生无奈拍视讯取证,却遭到了对方的述中止嘲讽。张先生说,他拍完视讯就起身和他们理论,好在这两名女子的男同伴比较明示里,连连sorry,并叫这二人将脚拿下来。 张先生因为对方道了歉,便不想把事情扩大。接受了道歉后,就没有继续理论。 对此,不少网友认为,外国有人来中国旅游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。这样粗鲁的言行张先生,实在不应该这么轻易地放过。 不过小编认为,像张先生这样大度的行为,可能才是作为一个大国国民应该有的气度。 网友评论,2019神采异议。 的确该限制外国人来华了。低素质的阿猫、阿狗,还是别来了。执念。 惯的毛病。 中国特别能贯注老外。 只想安静地唱会歌。 想听怎么处理的。 没有拉黑名单。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? 留下你的看法吧。 青山。 本报社法律顾问单位。 北京西诺重庆律师事务所。 重庆恩德律师事务所。 粉丝法律咨询热线。 1592263-1569。